袁世凯把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也都给改名了 改名叫什么剑机宫之类的 就在这个地方组织了登机活动 他就准备等自己登机之后 然后就让人家去烧琉璃瓦 然后把这顶头换掉 还没等琉璃瓦运来他就垮台了 这样的话故宫得以保全 在1923年故宫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神秘的宫殿突然起火 建福宫也叫做故宫西花园 建福宫花园建于清乾隆五年 1740年乾隆皇帝将他最钟爱的珍奇文物收藏于此 并经常在花园内写诗赏话 嘉庆年间建福宫被封 成为名副其实的故宫宝库 1923年6月27日 建福宫内燃起了一场神秘大火 整座花园连同无数的珍宝 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这把大火把建福宫和周围的三四百间建筑全部烧掉 三四百间建筑是个什么概念呢 故宫号称是一万间房 有人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实际上我统计结果大概是九千多间 总之是将近一万 那么三四百间的房子 相当于他差不多的二十分之一了 这把火怎么起来的 溥仪自己在他的日记里面是这么记载的 他说这个事情就是太监们干的 太监烧了故宫的建福宫 太监为什么要烧建福宫 这地方明明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 他为什么要把它点火呢 这是因为故宫里面的太监一直在坚守自盗 故宫在清王朝退位以后 已经成了一个小朝廷 在这个小朝廷里面继续混下去 有什么前途 没什么前途 溥仪说他们就是惦记着宫里这点东西 当时一些外面的大臣勾结太监 盗取故宫里面的这些文物 盗取的很多 最终惊动了溥仪 于是溥仪决定对这些战务要进行清查 也就在他决定要进行清查的时候 建福宫起火了 建福宫是在1923年6月26日起火的 当时最开始的时候 太监报告说是因为用电不慎引起火灾 于是当时宫里面的人马上打电话 宫里面溥仪已经给装上电话了 马上打电话给外面那些 就是北洋政府的消防队 消防队赶过来 来对建福宫进行抢救 但是抢救的时候发现 故宫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被通自来水 而且宫里面也没有什么消防栓 什么的这一类的设备 完全无法抢救 最后怎么办 只好把所有的水龙都接在一起 这才从金水桥下面把水引出来 引过来对建福宫进行喷水 那这个只有一只水龙应该说是杯水车薪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这把大火从26号的晚上9点开始烧 烧到了27号 一直烧到28号的早晨还没有熄灭 烧了一天多的时间 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岩浮阁被引燃以后 这个阁子倒下来 因为它很高大 所以它倒下来以后又把周围其他的房子给引燃了 一直到28号的早晨 迫不得已之下 大家采取了就是在周围打防火带 就把周围的房子拆掉 这才是火灾被局限在中间的一块区域里面 建福宫就这样被烧掉了 那么建福宫就已经被烧掉了多少东西 今天已经没法计算 包括当时的清王朝所存的很珍贵的大藏经等等一些文物史料 还有一些几百座金佛全都在大火之中被烧掉了 烧掉以后 当时很多人去买的建福宫里面烧的灰干嘛 拿回去筛 有一个官员就买了一些灰回去 结果自己铸造出两座金塔来 就是从灰里面重新炼出来的金子做到 还有很多是被太监已经坚守自盗的 所以这一次大火故宫损失惨重 在进入到本世纪之后 故宫博物院决定对建福宫进行修复 但这一下子麻烦了 从当时这图样上来看 建福宫的设计非常古怪 那些设计都是跟一般的宫殿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想要进行修复的时候 觉得没有实物对比 怎么修啊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帮忙了 谁帮忙了 溥仪帮忙了 那你说溥仪不是已经早就去世了 他怎么帮忙了 溥仪留下的一批照片 其中有几张照片 他就是在建福宫里面跟几个太妃 什么的一块在那玩照下来的 这些照片上正好把建福宫里面的一些建筑 给保留下来 于是我们才知道 原来当年这个建筑是这么建的 建福宫的大火给故宫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未经许多个小孩 就做了一个小孩 我去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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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去拿起来